亚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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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住下來的時候是一個毛沛 在設計這個空間的時候還是以層列為主 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台阶 我们当时想的陈列 就是可以放很多装饰品 像一两一样 二楼是一个我个人办公的地方 办公桌后面的那个铁柜 它其实原来是木头的 屏风跟那张椅子 是我原来家里用的 虽然椅子已经很破 但是一直也没舍得人 我几乎不种人都不行 我所有的茶几都是来源于巷子 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LV的古董箱 它原来是一个立箱 就是一些上流社会比较讲究的人 它出门的时候 不仅仅是带着衣服出门的 观念会更讲究的是 衣服不能出现的柱子 所以这个箱子打开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是可以挂衣服的 三楼的床头柜 我们是用了航空母箱 像是床头我们是用了 一整张牛逼自作而成的床铐垫 背面 它虽然说是在一个 可能大家觉得是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我们是希望更换 所以皮店的后面的话 我们是用了三种材质 瑞士的军塔 美军的帐篷布 美军的通胞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军品的爱好者 这些面料都是我以前的时候收藏的 浴室是在家庭的空间里面 它其实是最私密的一个空间 就是当作是一个完全实用功能的空间来设计 所以在卫浴的空间里面 我们也还是一如地万地觉得 好看是最重要的 尽可能用比较小的尺寸 只可以放下椅子 柜子 作为一个成立的空间 像在三楼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简单 能够满足使用的一个厨房 台面上我们是用了不锈干的面板 这样子比较容易清洁 其实这个糖池的水槽 在欧洲当时是比较多 是用于花园 我个人觉得用在厨房里 或者是用在卫生间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是用在卫生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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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种很不错的 像这样子比较多